先前我们有帮大家整理过2017年9月在台湾市场开卖的新机 显示有10款不同价格定位的机种都集中在9月开卖 后续10月当然也有新机在台湾市场推出 但数量和9月相比减少了许多 不过来到11月之后在台湾市场开卖的新机数量又多了起来 让10月开始到11月20日为止的新开卖手机数量也来到了11款 当中更包含了iPhone X、HTCU11加等旗舰新机 至于2017年10月到11月20日之间台湾开卖的新手机有哪些? 这边就帮大家简单统整一下 Google Tag CMD Push Function Google Tag Define Slot 斜线101-4181-TW TOK Inner Left-300x250 300-250 Divided GPT Ad-1兆5105亿55867472-0 Ad Service Google Tag Pubits Google Tag Pubits Enable Single Request Google Tag Enable Services Google Tag CMD Push Function Google Tag Display Divided JPT Ad-1兆5105亿55867472-0 Google Tag CMD Push Function Google Tag Define Slot 斜线101-4181-1兆5105亿558-0 Google Tag Pu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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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Google Tag Display Google Tag Display Divided JPT Ad-1兆5105亿5606万1861-0 以下星机均以各厂牌的英文名称为排序依据Apple iPhone X Ads by Google等于Windows Ads by Google Push 2017年的Apple iPhone分成iPhone 8系列以及iPhone X 当中的iPhone 8系列在9月就率先上市 至于iPhone X则是等到11月3日才正式开卖 而iPhone X的主要特色在于换上OLED全面荧幕 以及取消Touch ID并且用Face ID机能来取代 同时搭载和iPhone 8系列相同的A11BiOLED处理器 支援无线充电机能 随机也将搭载最新的iOS 11系统 延伸阅读 iPhone X发表 你一定要知道的八个星亮点 延伸阅读 iPhone X iPhone 8 Plus iPhone 8 3G 规格比较延伸阅读 10年的等待 进化后的iPhone X开箱 延伸阅读 iPhone X全新UI界面与操控方式介绍 延伸阅读 辨识效果如何 iPhone X专属的Face ID功能解析 延伸阅读 双镜头OIS与更强的前相机 iPhone X相机 10拍延伸阅读 来自蔚来的科技 iPhone X 一周间使用心得 Ads by Google等于 WindowsAds by Google Push HTC U11加 HTC 于11月2日正式发表 U11加大荧幕旗舰新机 主要特色在于配置6寸18比9比例的荧幕 高通Snapdragon 835处理器和3930MH大电池 还有更进化Edge Sense操作机能和半透明机身设计的透视黑款式 HTC U11加有4亿位元族RAM加64亿元族RAM以及6亿元族RAM加128亿元族RAM等两种规格选择 建议售价分别是19900元以及21900元 很快就在发表之后迅速开卖 但初期开卖的主要是U11加的极境黑款式 绚蓝银后续于11月中陆续到货 至于透视黑款式则要等到12月上旬 延伸阅读 HTC U11加发表 6寸18比9荧幕 半透明机被3930MH电池延伸阅读 大荧幕 大电池新旗舰 HTC U11加一手时机是玩延伸阅读 是进步还是退步 HTC U11加U11主相机拍照 效果初步比拼 WOE Innova 2i Ads by Google等于Windows Ads by Google Push 华为预计会于年底前在台湾市场开卖 Made 10 Made 10 Pro双旗舰新机 但在这之前华为已经先行开卖中阶新机 Nova Air 这款机种特别之处在于配置5.9寸18比9比例荧幕 并且机身前后都采用双镜头配置 后置相机采用1600万加200万画素的配置 前置相机则是1300万加200万画素 华为Nova 2i同时内建 Kirin 659 8核心处理器 4亿位元组RAM 64亿位元组ROM 还有1600万加200万画素双主相机 和1300万加200万画素双前相机 单机定价是9900元 延伸阅读全面荧幕 前后双镜头HUAWEI Nova 2i 网美机上市Infocus A3 现在很多手机配置双镜头 不过入门机有相关配置的机种还不多 而Infocus于10月初在台湾开卖的Infocus A3 就补上这个缺口 Infocus A3单机价仅3990元 配置1300万画素与200万画素双镜头 还有5.2寸HD解析度荧幕 MIDI ETCMT6737W4核心1.3GHz处理器 2亿位元组RAM 16亿位元组ROM 支援MicroSD记忆卡扩充 还有3050MHz电池 并支援指纹辨识 4K FIOWiFi FM收音机等机能 延伸阅读 3990元超低价双镜头手机 Infocus A3预计2分之10开卖 Ads by Google等于Windows Ads by Google PUSH LGQ6从2017年2月发表的G6开始 LG就主打高占比的Full Vision萤幕设计 而后续于10月推出的中阶定位机种 LGQ6系列也搭载了Full Vision营 LGQ6采用一个5.5寸的Full Vision IPS萤幕 跟G6一样是18比9比例 然后配置高通S435处理器 3亿位元组RAM 32亿位元组ROM 13MP主相机 5MP前相机 3000MHz电池等规格 单机定价是7990元 延伸阅读 平价Full Vision萤幕 LGQ6时机测试 My2T8S主打自拍机能的美图手机 于11月初在台湾开卖 基于T8改款而来的新机种T8S 单机定价是19990 My2T8S在硬体规格上做了小升级 将处理器升级为MTK Helio X27 并且将前置相机改为双镜头设计 并且加入电影人物模式 光比平衡模式 以及照片闪传功能 至于其他规格 包括4亿位元组RAM斜线 128亿位元组ROM 5.2寸FHD AMOLED荧幕 3580MHz电池等规格 则与T8相同 延伸阅读 美图在台推出My2T8S 电影人像模式 实拍式玩 Ads by Google等于Windows Ads by Google PUSH Nokia 3313G版HMD 最早于2017年的MWC大展 发表了复刻版本的Nokia 3310 但当时的版本仅支援2G连线 因此无法在台湾以及许多停用3G系统的国家史 也许多停用3G连线